又躺着吧 肯定是搬沙发去了 肯定是搬沙发去了 这沙发感觉好舒服 好舒服 舒服 我觉得你们家需要换个沙发 肯定 招呼我了 这样看感觉家务是挺多的 哎呀 家务是这种琐碎的事情太多了 这感觉一直干是干不完的 来运动运动啊 去找了 猫是叫了 真快 喂妈妈 你刚刚看的时候什么心情 这俩大男人 为孩子做事的时候 晚不觉得累 我觉得一个男人他 就是他懒不懒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女人给惯的 对 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勤快 什么事情都自己做 亲力亲为 那男的有的时候觉得 我就做不上不了手 然后他就九二九十 他就不做了 你说这个观点就对 你看我们全是认同 没有 我不认同 你不认同吗 对 我觉得魏大勋比他爸进步一点 是他至少还会说 你看我妈做了那么多事 对 你看我妈做了 他这样良心会不安 就是 也做了不上 人家在改变嘛 我没说嘛 人就是随着年龄的变化 家务的工作也在变化 我能问一下您今年贵庚吗 五十七毛岁 五十七 五十七毛岁 所以就是男的呢 他差不多在五十七岁这一年 开始变好 对 他到五十多岁才变好 对女人而言至少未来可及 对 哎呀 我去聊了 我是谁我在哪 妈 你去哪了 我觉得后面会很精彩 把她衣服动一下 为啥 遥光剂不好吃 你自己拿过来动了 人家好食 你那脸在那屋子 晚上你去屋子去了 是吧 是 是为了美呗 以为一天就好了 是为了美不 是 是 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何必呢 大四似的 不也是美一点好吗 要出道了